爱演就演不演就滚蛋 这位惹的佟大为当众骂滚蛋女孩 名叫宋岩飞 当时的她正在和一群年轻演员 一起录制综艺节目一年纪 为何表演导师佟大为如此暴跳如雷 只因看着比老师还凶的学员宋岩飞 内心和外表一样高傲 不知是生在澳大利亚的宋岩飞 不懂中国文化 还是优越的家庭条件 让他有了蔑视一切的底气 当他得知自己被老师佟大为安排 扮演猪八戒而不是美艳的子夏 但另一位老师刘云立马拆台说 谁都想演子夏仙子 然而佟大为的安排 并不是在刻意针对宋岩飞 因为演员的本职工作 就是不仅能美艳全世界 也要办得了丑 可今之一夜的宋岩飞 哪能理解这份苦心 自节目开录以来 他从未放下女神架子 或许单看这个镜头 有人会以为这只是女孩天生暧昧 想要漂亮的角色 自然没什么不对 可早在佟大为安排宋岩飞演猪八戒之前 就让他和演子夏的女孩 有过一场对决 两个人约定好 谁最受观众认可 谁就演子夏 可宋岩飞落败后 去大言不惭的反悔 说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为什么要用游戏的方式 去选定角色 试问 如果对决的赢家是宋岩飞 他还会改口认为游戏选角不公平吗 在宋岩飞这种富家女的心里 从来不会因为面对的是 佟大为这样的老前辈而放递姿态 但凡不顺心 他只会本能地展示公主病 不过除了娇生惯养之外 父母的放纵 还让他有样学样地看人下菜点 当成龙的侄子亲临 宋岩飞全家穿上两万块的华服 可当杨迪去他家做客室 桌上却只有自嗨锅和险菜 这尴尬的一幕 发生在宋岩飞全家参加的一档真人秀中 那天宋岩飞和父母接到了接待杨迪来家做客的任务 或许是杨迪看起来好欺负 也许是宋岩飞全家都瞧不起 逗别人开心的邪行 当杨迪饭点抵达宋岩飞家时 宋岩飞全家竟然都在跳舞 早已忘记今天还有客人来吃饭这回事 连为寿命的宋岩飞只能端出家里的自热火锅 还有冰箱里齐品八凑的咸菜 招待杨迪 千万别以为他们对谁都这样 当客人变成宋岩飞妈妈的闺蜜时 宋岩飞家人不仅会盛装出席 还亲自下厨做了好几道海鲜大餐 当成龙的侄子董又林做客时 宋岩飞的母亲更是穿上了价值利养万块的大牌 宋岩飞全家高度一致的看人家菜点 让不少网友开始好奇 家底得牛成什么地步 才敢毫不掩饰的就在镜头前逝离 宋岩飞是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 父亲在澳洲经商 以为宋岩飞在北京购置于多套房产 母亲的是一名舞蹈演员 据说何欣欣还是同学 作为一个亲爹超能力爆表 亲妈手握演一圈人脉的天险之女 宋岩飞的星途确实比德服还丝滑 陈树然时期就加盟芒果综艺 就算因为作被网友骂了个底朝天 也丝毫不耽误她接下一步步女主剧本 这样物知极苦的千金小姐 怎么会把杨迪这种牌手起家的人放在眼里呢 2020年8月5日 张一山前脚被爆 酒店撕毁美女 宋岩飞工作室后脚在高调发布分手声明 令人唏嘘的是两周前 宋岩飞与张一山还被拍到同居一间公寓 并共乘一车 不上媒体还表示两人感情稳定 还被官宣就突然宣布分手 宋岩飞以为能坐视张一山的渣男 实锤可早已吃过各种大瓜的网友 又怎会看不出这是宋岩飞团队刻意炒作之举 早在两年前 张一山与宋岩飞就因同看篮球比赛传出恋情 但中间 不管媒体怎么实锤宋岩飞方都坚决不承认恋情 如今张一山刚被派 宋岩飞就立马跨越官宣直接分手 且用意不哑喻 宋岩飞最火的一次莫过于与张一山官宣分手的那日 纵使小公主自圆飞起 也没能走红 因为你可以永远相信 有些人不红是有原因的 对啊 嗯 对啊 感谢观看